因托罗作为六道西人的长子 不仅是一名天才 还拥有着强大的力量 少年时便发明了印创造了忍术 后背黑球蛊惑组上的邪落 同时又创立了宇治波一组 不过作为究极风暴力补权的老人物 因托罗的技能组明显就比较保守了 我们直接来看他的平A 1A向其连续推长 2A回身T型节强化攻击 2A命中后会使敌方倒地 可以抑制2A无限连 3A使用雷盾造成三次伤害 4A使用火盾攻击敌人 那么上面这C就是阴托罗的所有前置平A了 在没有命中敌人时 中下动攻击可以打到第5A 上动攻击可以打满 中弹攻击第5A用虚左能护下砸 第5A命中敌人后会使敌方倒地 第6A进入特写将敌方击飞 下动攻击第5A进行三次查克拉强化攻击 第6A进入特写将敌方击倒 上动攻击第5A下砸行间火盾将敌方推开 第6A用火盾攻击使敌方浮空 空中攻击性能不错 打完以后可以稳定行间连招 投机上 阴托罗有着一个近距离的快行动投机 命中后会直接将敌方击飞 会把敌人打得很远 进一座位收尾来用 同样可以直接穿插在平A里 1号位忍数是天罩 这是一个防御性的技能 发动后会向周围释放天罩 持续2秒 命中敌人以后会将敌方直接击飞 生效期间可以阻挡飞行物类的忍数 当然也可以直接吃掉对方的提身 理论性能还不错 但是实战用起来就没那么舒服了 2号位忍数是雷狱 就是一个直接释放版的雷兽追牙 可以在空中释放 距离不够只能打到半场多一点 大概二段跳的高度就可以打圈图了 空中释放命中后会使敌方倒地 地面释放则是击飞 可以追地连打 同样的 这两个忍数都可以正常创伤在平A里 不过天罩一般只能作为收尾来用 OE是神式气雷 这是一个中距离的OE 发动后会让须左能互向前抓一下 实际的判定范围还是蛮大的 需要注意一下 OE也可以直接嫌弃在平A里 同时也能够金融倒地和浮轰这两种状态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 因托罗的OE演出 好 愚か者 身の程を沸きまえることだな 我が弟よ お前如期俺の相手ではない 勝負有 执行以后变成须左能互完全体 所有技能都发生了改变 我们直接来看他的平A 1A向前挥砍 2A向前突刺 3A反手再次挥砍 3A命中后会使敌方倒地可以无限连 4A双刀下劈将敌方击飞 在没有命中敌人时 因托罗的平A可以直接打满 投机变成了一个启动速度较慢的近距离投机 位移范围很近 基本就是原地起跳 命中敌方后会将敌方击飞 远程攻击特效变了 没什么特殊效果 1号位忍术 变成了虚左能互灭裂 范围是全途带有一定追踪性 命中敌方后将敌方击飞 2号位忍术是天罩枯空 基本就是卡卡西四代特殊剂的削弱版 释放结束后 天罩会在地面上停留一秒 命中敌方后造成时段伤害 并使敌方倒地 离远离近了都打不到人 修行以后的技能做得很敷衍 各种素材复用 好 那么上面这些 就是阴陀罗的所有能力了 接下来我们来进实战 还原剧情 阴陀罗对战阿修罗 你们觉得这次决斗 哪边会赢呢 开局阴陀罗手里剑打断阿修罗忍术 绕双方对撞 拉近距离双方护交提身 硬抢节奏 最后是阴陀罗拿到弃手 查卡拉冲刺连续打了两套2A 手里剑打起立 但是没接上被阿修罗反手 这波一下交掉了所有提身 然后又吃了一发忍术 阿修罗的攻击还没有结束 查卡拉冲刺冲了出来直接接打 结束以后 小查卡拉冲刺压起身 但是没压住 交出提身拿到节奏 用4A打了一个倒地 没有继续连击 这波是无斗骗屁 我的绝技 打出起立以后 阴陀罗没有反应过来 阿修罗又是一套4A 不过这次阴陀罗的提身是真好了 阿修罗丽克拉远 阴陀罗想要冲刺 但是没直上 阿修罗开始恢复查卡拉 阴陀罗还在左右横跳 这边手里剑干扰了一下 阴陀罗直接觉醒 举行以后立刻打了一发忍术 但是被轻松躲过 阿修罗直接丸子 逼出阴陀罗提身 这波是有意保持距离 阴陀罗恢复查卡拉以后 直接冲刺起手 这波阿修罗处理得很好 趁着4A后摇小提身打反手 阴陀罗提身 阿修罗想要拉开 但再次被黏上 好在这个瞬间 阴陀罗的觉醒结束 被手里剑打出最后一个提身 但是没能抓住阿修罗 直接后撤 躲开阿修罗的丸子 阿修罗反应很快 直接查卡拉冲刺过来打奥翼 阴陀罗想要打断 但是来不及了 第一回合 阿修罗华丽拿下 第二回合开始 阴陀罗拉远方冲刺 被手里剑拼出提身 但是查卡拉冲刺 打断了阿修罗的忍术 这波阿修罗提身反手 阴陀罗不剃 吃满了一套空中攻击 再次拼出阴陀罗提身 忍术保护自己 可惜没接上空中攻击 落地以后忍术再次比剃 阴陀罗直接需要用一些冲刺 拿到起手 这里的选择是 瓶雷交易 阿修罗提身打反手 瓶雷失误 用头击逼出 阴陀罗最后一个提身 阴陀罗查卡拉冲刺反击 但是被阿修罗平A打断 这里想接近能扫起来 但是放晚了 还没结束 冲刺压住阴陀罗起身 又打了一套空中攻击 想要继续压起身 但是被起身的阴陀罗反打 这波又是平A交易 还打断了阿修罗的忍术 阿修罗的提身 现在交光了 阴陀罗终于能反打了 这波整整交了三个提身 才拿到反手 这波不连招 又是平A交易 开始灌伤 2E结束以后想压起身 但是立刻又改变了想法拉开 阿修罗原地风阵保护自己 阴陀罗开始迂回 顾丢手里剑 阿修罗交出一个提身 中方多次查卡拉冲刺对撞 成功逼掉了阿修罗最后一个提身 阿修罗这时候想要拉开 英陀罗直接查卡拉冲刺起手 又是2E结束手里剑 被风阵反打 短暂进行了一波博弈 最后是英陀罗交出提身 拿到反手 英陀罗刚才应该是想连招 但是查卡拉不够连不起来 这波查卡拉冲刺打起力 阿修罗的提身好了秒交 英陀罗也提身拿到了反手 把阿修罗灌到私前 因为延迟忍拒被阿修罗 反手阿修罗起身以后 想接忍住 但是被延迟忍拒打断 查卡拉冲刺起手英陀罗 但是英陀罗交提身反打 直接拿下第二回合 最终合格开始 英陀罗直接拿到起手 阿修罗提身反打 虽然打飞了 但还是接上 这里稍微等了一下 想用忍住压起身 但是放走了 被英陀罗反手 又是平A接大 阿修罗照常提身反打 提身以后直接拉开 阿修罗想都没想 直接查卡拉冲刺追击 预判提身直接封阵 吞掉了英陀罗的提身 可惜这里空中攻击失误了 被英陀罗反打了一套空中伤害 这里英陀罗接投机没接上 查卡拉冲刺想要压起身 阿修罗这边直接把提身交光了 英陀罗拿了起手 查卡拉不够接不上技能 停手了 阿修罗趁机反击 忍住吞掉提身 想要迂回规避 但还是被英陀罗起手到了 英陀罗查卡拉不够 又是只打了两套A就停手了 阿修罗再次反击 预判提身交出风阵 这波空中攻击没接上 英陀罗想要拉远 阿修罗现在状态不错 直接咬住开始连招 平A行接风阵 又加上了空中攻击 再行接一个球 打完以后 罗地查卡拉冲刺跟上 继续平A 之后再利用4A打击倒 行接投机 但是英陀罗提身好了 直接交替 反打了一套空中攻击 阿修罗给面子没有替 这边英陀罗还想压起身 阿修罗起身以后 卖了个破绽 英陀罗再次起手 提身以后 直接平A接风阵 结束战斗 英陀罗的连招 判定比较苛刻 查卡拉必须很多 才会开始连招 少放几个OE 说不定就赢了 最大的问题 还是他基本不用忍数 只能说他的AI表现很菜 完全体现不出他的实力 好 那么咱们下期视频的主角 就是他的弟弟 大头目阿修罗 没有哥哥那样的天赋加持 纯化后天的努力换来的力量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如果你也喜欢 这个系列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加关注 支持一下 你们的三连和关注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角色 可以先发在评论区 新角色更新完了 就会开始更新老角色 角色更新的牌表 我会放在片尾 大家有兴趣 可以暂停观看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三位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